李晨不受分手影响与父母聚餐状态下 展示自己的洗身照 李晨自动参加分跑了 获得众多粉丝的支持 一直以来他出色的表演 深受观众喜爱 这么多年凭借自己的努力 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 现在李晨的事业如日中天 年纪轻轻就能参加多个节目 真的是一个有实力的男演员了 前不久李晨与范鸣双方宣布分手 分手后两人还见面聚餐 近几日李晨还出席了电影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使用礼 现场中李晨笑容灿烂 说好当不出失恋的状态 7月25日网上曝光了一组 日前李晨与父母一同聚餐的画面 当天李晨还是一不既往的转发 整个人看起来十分精神 身穿白色T恤 一身休闲装打扮和父母 从号车上走了下来 在半桌期间 李晨对父母有问有答 似乎在报告自己的状态 时间与父母交谈很好 这次李晨还给父母 分享了自己的写真照 看得出来 李晨和父母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了 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最后一家人吃完饭才离去 看李晨有如此好的精神面貌 相信已经能够处理好自己的个人感情了 只不过多年的感情 一分手告终 还是有些惋惜 相信双方早晚都会找到 适合自己的另一半了